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的总体特征 探员工程研究团队认为 距今5800年前后 黄河 长江中下游 以及西辽河等区域 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 距今5300年以来 中华大地各地区 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 距今3800年前后 中原地区形成了 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 并将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 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 核心与引领者 浙江两株一帜 发现了现于距今 约5000年前 长1800米 宽1500米 总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 和面积达到800万平方米的外城 为防止遭洪水陷害 还堆契了长3.5公里 宽十几米 高数米的大型水坝 其工程量 在全世界同时期的建筑中 是首屈一指 山西陶寺一市 发现了修建于距今 4300年的巨型城址 280万平方米的城内 已有严格的功能分区 陕西石毛古城 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 由黄城 内城和外城构成 古城是用石块 在丘陵上垒柱而成 黄城的城墙高达9米 王威表示 各地区开始出现初期文明 标志就是王权的出现 大的城址 高等级的建筑 高等级墓葬 最终是国家的出现 新京暴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